所以要指兩個喔 好笑 那我贏啦 剛剛錄影都沒有那麼緊張 燈火藍山樹拼那個澎澎雪 GM HIT 搞不清楚狀況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 春免樂隊 都在練習樂器 我最近都在看NBA 寫新的歌詞 然後一直在把我的客語精進 我都在家裡帶小孩 那我們今天來玩一個遊戲 對 是要怎樣 要這樣嗎 我比小好了 好 你開啦 春免樂隊的專輯到底 你一定要聽 陪伴你2021到未來 一直到底 你 你 什麼樣子這麼長啊 哈囉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謝雨薇 我其實就是帶一個小消毒的酒精 那剛好 剛好匆匆忙來 今天剛好沒帶 就跟你們借了一瓶 比大嗎 比小 那我贏啦 真的 今年會出我的第十張專輯 叫做天空又落水 是一張客家搖滾專輯 一樣很好聽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天空又落水 我的下一張專輯 第十張 金曲發熱的 真的贏了才有嗎 還是其實都有 其實都有 有很多人那個很好吃的 比方說雞腿便當留到最後 搞不好雞腿便當偷走 待會兒就喝 大家好我是馬曉安 忙著 照顧兩隻貓 寫歌然後練一下琴啊 什麼的 幫忙賣熟蜜桃比較多 這怎麼玩 等一下小號 來 大好了很大 好啊那我們一起開 算是很不好 我們平 我們應該是 我們一樣 一樣比大嗎 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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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米了 然後推薦我專輯的一首歌 就是我的主打歌 叫做早安的Z-Box 對然後這首歌就是 我覺得很好聽 然後曲風也是我非常喜歡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羅文玉 陪孩子成長這件事情 是非常偉大的 然後我覺得跟認識自己的小孩這樣 然後他的性格啊 然後上課不認真的死這樣子 我覺得為人要 把自己看得更小 謙卑我就比小孩 好可以去聽我的這張專輯 當太陽升起時 比如說你的名字像一首詩 然後我最新的活動 或一些花絮影片等等 都會上在我的YouTube 或是我的臉書 羅文玉就可以找到 我可以講一個 我一輩子都沒有想到 我會在這個燈火藍山處半夜 在為我的女兒拚那個澎澎巡 他們的手做客 因為隔天要交給老師看 他弄不完我就幫他做 突然覺得我自己 要嫁女兒的感覺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Login 姚宇謙 今天來參加就是 錄ID還有一個 歐爸的一個網路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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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重點是 不要講這個重點 今天我的整個服裝的一個重點 不是這個 重點是要來錄 告訴他我們節目叫什麼 GMA HIT GMA HIT GMA HIT 搞不清楚狀況 做成本 今天服裝重點 如大家所看到的 我上身是一個 有一點袍子的外套 然後不是袍子 就是像外袍 底下這個 這個是二指 然後它其實是日本的那個 竹袋的 就是他們有穿竹袋的習慣 然後後來變成 做成鞋子這樣 沒有這個時候特別的時刻才會使用 例如今天 GMA HIT 搞不清楚狀況 我剛好看到這個 我就想說這個是要幹什麼 比小好了 因為我蠻常比數 比小好像蠻容易輸的 我應該比較小 我比較小啦 不是 我比較小什麼 我高興的 我想要推薦 在我的專輯裡面的一首歌曲 是《踏土》 然後它在講的是 想要讓大家 重新的去認識我們 跟大自然 跟土地之間的關係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客語歌手曾正維 做帶小孩為主 其實也是客語老師 所以其實偶爾會線上教學 比大小好 那麼簡單 比大 這麼大 天啊 哇 比大小好 那麼簡單 分享典禮時身上一定會有的 一項物品 應該是手機吧 這樣會太爛了 嗨大家好 我是ZZ韋奇 都在煮飯啊 洗啊 然後煮啊 煮啊 煮啊 循環 循環 對 所以我要讓她搖嗎 然後我想要比小 比小嗎 我好像很大 對妳好像很大 是不是我贏了 剛剛錄影都沒有這麼緊張 請分享一件你覺得很丟臉的事情 就我小時候常會欺負我弟弟 然後我有一次想要騙他吃橡皮筋 可是我弟那時候已經蠻大 大概四十歲 然後他就是已經知道 橡皮筋是不能吃的東西的年紀 但我還是不死心 我就拿一條橡皮筋 然後就在我弟面前就說 欸你看這個喔 這很好吃喔 然後我就放到嘴巴裡面 你看你看我咬得多多開心 你看都說很好吃 這個不是橡皮筋 這個是麵 這是麵好不好 你要吃看看 沒有我弟之後還是沒有吃下去 但我自己咬了很久 超難吃 哈哈哈哈 嗨大家好我是黃沛叔 新的技能就是 你會把想辦法把自己的房間 或是客廳打造成 是可以運動的地方 你利用你現有的東西 然後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好 欸所以要只兩個喔 沒有沒有我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 好 好 大 你是什麼 我是十三對不對 我是十三對不對 我是十三 我希望疫情解封之後呢 大家可以好好聽聽我的專輯 大家一起出門看看 禮物 謝謝金曲三二 那你 朋友有了 因為我臉已經講掉了 因為我臉已經講掉了 好 OK 歐巴 我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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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不公平